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一家牛圈里 53岁的刘仁忠 一大早就开始了他一天的工作 这些大家伙们常常让他紧张无比 刘仁忠从畜牧局退休后 开始精心照顾他们 每天都要查看和记录下 健康情况耐心又仔细 每日按时给这些调皮的大家伙们喂食 也是他的工作之一 等会儿刘仁忠还要去大山里 就是为了让这些牛能喝上矿泉水 吃上中草药 据说这些吃着山珍长大的盐边黄牛 是中国五大两种黄牛之一 它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浑春东南北三面被群山环绕 最高海拔1477米 这里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5% 广袤的森林里隐藏着各种宝贝 这也是浑春成为盐边黄牛的天然牧场 民国年间编撰的《浑春限制》中 亦有关于盐边黄牛的记载 盐边黄牛是中国畜勤品种基因库中 一份极其珍贵的财富 也是盐边各族人民 150多年辛勤培育的结晶 它身长体大 耐寒 耐粗食 对现有盐边地区环境的适应性 是其他品种不能替代的 今天中午 留人中带着它的牛群 到森林里去放养 到底这些盐边黄牛 是不是吃山珍长大的呢 我们决定了解一下真实情况 这边这个散养区大概有多大 八百多公顷 每年都于什么时候放出来散养 每年的五月中旬到十月中旬 这个五个月 散养它能够降低生产成本 在我们天然的草场里头 有一些个山珍 还有一些个中草药 它吃完了之后 能够增强它的体脂 牛不愿意得病 能够生产出高档的盐边黄牛肉 大概都是吃什么 你像那个什么 就是细心啊 什么那个蒸馍啊 松馍啊 还有那个松茸啊 原来森林里品种丰富的山珍 是盐边黄牛常吃的食物 如此珍贵稀少的山珍 却成了它们的日常餐点 这也归功于浑春 群山环绕的自然条件 形成了这样资源丰富的天然牧场 才能培育出盐边黄牛这一特殊品种 有人中说 它们家的牛最爱的还是俊类 特别爱吃蒸馍和松馍 它今天准备多踩点 给它的牛群加餐 一路行来 我们发现满地都是山珍 盐边黄牛喜欢吃的蒸馍和松馍 会长在什么地方呢 你看 这也是 这就是松膜 就是长在松树底下 就是长在松树底下的这个蒸馍 能摘下来看一下吗 没事 摘吧 你看 就这个颜色 它感觉它这个筋盖很厚这种 你看这里头都有虫子 就是说这个能吃的蘑菇 你看这虫子都出来了 哦 看到了 看到了 还在蠕动的那个 对 这 透明的那个 如果要有毒的蘑菇 虫子也从来不吃 你看这个虫子不是出来了吗 那牛能分辨出来 这个有毒和没毒的吗 能 它有毒的它也不吃 要是说它分辨不出来 那牛全都毒死了 动物有的时候 皮人还聪明 这个蘑菇啊 牛吃了跟人吃了都一样 它都能够提高具体的粘液力 这种颜色偏深的松膜 长在落叶松下面 比较容易寻找 而较稀少的针膜 却踪迹难寻 刘仁忠带着我们 走到了大山深处 他曾在附近一带放过木 一般的针膜都在长在针柴棵里头 左树底下 哎呀 你看就像这样的针柴棵 这附近都长 你看这就是针膜 这样的是针膜 就是这种 你看跟你这样的就不一样了 这是针膜 一般针膜有的时候 它就长一堆一堆的 也有单个长的 针膜是这种样的 这个颜色比较浅 你看那一片 这都是松膜 这个也是能吃的 咱们今天在这个地方看了三种棉膜 这个棉膜是松膜 这个是针膜 这个也是松膜 但是这个松膜就是两个品种 你闻闻味道都不一样 味道就不一样了吗 你闻闻看看 就是这个松膜还真的是挺香的 就是有一种那种松油的那种味道 然后这个 这个针膜就是有那种青草的那种香味 这些牛都吃 都吃 你看这都长虫子了 能吃的蘑菇都长虫子了 为了增加营养 也为了小牛们更易下咽 六人中每次都会将采到的蘑菇撕碎 给它们加餐 第一次喂食研编黄牛 我们很兴奋 贪吃的小牛们 平时主要食用母乳和青草 对于针膜和松膜相当喜欢 你看看 看吃的津津有味的 它是 它是什么 如果要是这个 这个针膜 一会一盆蘑菇 就被小牛们哄抢一空 把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吓了一跳 看这一盆 敷一会工夫就去没了 吃没了 吃没了 5月到10月期间 野外的放养生活 让这些大家伙们肌肉变得更结实 也使肉里的氨基酸和维生素含量得到提高 保证了鲜嫩的肉质 等到气温下降 为了防止浑春的寒冷天气 让牛在野外生病 饲养员都会将这些可爱的家伙们圈养起来 放养和圈养相结合的办法 更加有利于岩边黄牛的成长 浑春人常说 不是岩边生产的岩边黄牛 不是正宗的岩边黄牛 究竟纯种的岩边黄牛 有哪些优秀的特质呢 从教33年的严昌国 是岩边大学农学院的教授 他一有时间 就来到浑春市岩边黄牛育种基地 调查研究 天天和那些可爱的岩边黄牛打交道 这次我们找到他 想更多地了解 纯种岩边黄牛 为了防止岩边黄牛感染病毒 我们换好工作的白大罐 进行衣物消毒 以确保育种场 纯种岩边黄牛的安全 走进育种场 干干净净的牛舍 没有任何异味 浑春人对岩边黄牛的精心饲养 可见一斑 你看这个牛眼是 整个外表的看的话 一个是城邦型的 典型的 若有品种的外貌特色 还有它比较性格 比较文顺 以管理 还有一个呢 它比较耐促食 抗病力特别强 特别是它的遗传性能特别好 这个我能靠近它吗 可以吗 我这样可以吗 可以 来 来 来 对于我们的接近 常年的岩边黄牛 显得有些害怕 或许 保育社里的小牛犊 比较不怕生 更容易与人亲密 在这里 我们也能观察到 岩边黄牛的育种情况 一点都不害怕 小牛犊 真的是很温顺 而且它这个毛摸起来 是特别的顺 这些小牛犊 面对陌生人 毫不害怕 大胆地从我们手中抢食 我们发现 保育社里 每只小牛耳朵上 都带着一个标签 这又有什么作用呢 这是什么意思 14年出生的 然后要前边腰 是公牛 表示个公牛的 3号 原来 标签上面 记载了他们的性别 和出生时间 可见饲养人员的精心管理 除了这些 岩昌果还告诉我们 这一间间的牛舍里 还藏着很多小秘密 这里面 有为岩边黄牛特工的 一些服务设备 夏天的话 应该这个牛舍 保持干净 充分良好 我们在地面铺了一个 将近20部分左右的 鸡沫子 来保持干净 防止滑倒 牛的话 能够睡在这个 暖城里面了 冬天的话 夜面是比较寒冷的 所以冬天的话 必须这个 窗户都要光散 然后保持温度 因为特别是我们 在饮水方面 采用饮水 它什么时候渴 什么时候想喝 就什么时候喝 如果这个你水 喝完那里面就水 下去的话你水 周冬就出来了 然后已经成了一号 水就又去满了 对 去满了 喝了多少 就是这里出来多少水 是相当于是 自动的饮水 对对 因为这下面 有进了一个电线 冬天的话呢 给电 给电的话 这个水是 39度左右的温水 因为牛的 温度是 一般是39.1左右 如果冬天 为 凝那个凉水的话 温度就下降 下降的话 就影响它的板厨 和它的胃的 增长的营养代谢 自动液水设备 让沿边黄牛 可以随时喝上 温度适宜的水 让它们保持 充沛的体力 浑春人用心良苦 精心照顾 自动饮水系统 舒适的保温房 再铺上防滑的锯末 每天还要定时检查 沿边黄牛在浑春 过上了重要的房 吃蒸草 饮温水的幸福生活 为了让沿边黄牛 更好地成长 甚至对饲养员的 要求也很高 无论是清洁 还是饲养技术 都要经过层层考验 王克宽 当了三十多年的 饲养员 经验丰富 特别是 他在野外 管理沿边黄牛 自有一套办法 他的管理绝招 到底是什么呢 王师傅 听说您养这个牛 一个很特别的方法 是什么呀 我就是 每个礼拜会这个 这什么 这里面是什么 能看一下吗 看一看吗 这个 盐巴 很粗的这种大盐粒 对 牛很爱吃 王师 您吃了 可以啊 这人能吃吗 这个盐 可以 可以吃 可以吃 这个 这是羞毛盐 可以 可是专用给牛生产的 专用羞毛盐 我能尝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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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吃盐都差不多 就是很咸 对 如果切盐的话 牛体内的三间平衡 你不能打算平衡 那要影响增长的代谢 所以我们经常 为吃盐的话 能够维持它的增长代谢 促进它的免疫力 促进它的生长发育 你看 他们都是等待的 吃盐 你看 我看到现在这个牛 牛子就在我们的身后 对 眼巴巴的就往咱那瞅 对 是 如何召唤牛前来吃盐 王客宽也有他自己的口令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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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快看 这个小牛的这个舌头 是特别的柔软 它在舔我手上的这个盐 而且它的这个唾液 它的口水都到我手上了 你看这一层 食盐是这些盐边黄牛 每日必不可少的 可是胃盐也需要注意分量 每日胃盐量 在食物量的0.5% 到1%最为合适 这样才能让这些牛宝贝 茁壮成长 毛色更鲜亮 面对这些汉口可爱的盐边黄牛 为了保护它们优秀的品种基因 浑春人还采取了哪些 人们不知道的措施呢 在浑春 为了让更多人认识 纯种盐边黄牛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趣味比赛 浑春人别出心裁 每年都会举行一场 别开生命的盐边黄牛斗牛赛 这成了当地人最为关注的一场比赛 开场前 黄牛选手们都已经准时就位 这些比赛选手参选 到底有什么条件呢 以前有没有参加过这样子的斗牛比赛 参加过 得到什么名次了没有 经过八强 八强 你觉得他今天的这个状态怎么样 挺好 觉得他能拿到什么名次 我看最低的得第二名 最低就第二 这么有信心 我能看一下您这个牛吗 没有 看他的这个浑身的肌肉 浑身的肌肉特别的发辣 而且他这个黄牛牛角 看这个尖就很锋利 我个人感觉这头牛 今天应该能取得比较不错的成绩 因为他的这个眼神 他这个斗志已经被激发出来了 我的牛在后边呢 他多大了 养了今年四年了 这个吧 在岁数上吧 稍稍一点吃水 岁数大那边 毕竟他这个老练成组 今年的种子选手五号牛 一出场就气势逼人 势不可挡 你看这头牛的这个气势 我敢靠近他 没事没事 你 真的很凶 对啊 你这头牛 你介绍一下他的这个情况吗 他以前参加过比赛吗 参加过 获得过名赛 曾经过获过第二当奖 这时候可能获一当奖 这会儿又可能获一当奖 我真觉得他特别的体格 特别的庞大 平时怎么训练 我们就是各家没事的时候 把别的牛拿来 就像运动员一样培练 有专门给他 给这头牛培练 有的时候可以把别的牛拿来 进行打架嘛 锻炼他 没事 可以碰他 可以可以 看他的这个体格有多么庞大 大概是得有将近有两米长 差不多吧 这个得有两米三长 两米三长 然后你看他这个从腿 到他的这个身体部位 都是特别的 肌肉特别的发达 我觉得他这头牛的这个斗士 已经是被完全激发出来 看我靠近他的时候 他又有这么 有这么大的力量 要跟我决斗似的感觉 对对对 比赛终于准备就绪了 今天参加斗牛赛的这些选手 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 比赛经验也相当丰富 所有选手都必须是三周岁以上 无任何传染病 身体健康 还必须具有当地检疫部门的检疫证明 第一场比赛一开场 与一号牛终结者对决的 是二号选手大力士 本以为两牛交锋 会有一场精彩对决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两位选手靠近后对视了一眼 切场的二号牛大力士就躲开了 终结者寻找对手准备开战 二号牛却一直避而不战 一轮胜负一分 一号终结者不甘地离场 接下来三号选手东北虎 也进入了斗牛场 他的对手是四号浑春闪电 浑春闪电 浑春闪电已进入了决斗场 浑春闪电对阵东北虎 看上去笨拙的浑春闪电 今年七岁了 年龄比东北虎大一岁 看上去似乎日战优势 他俩对决结果如何呢 决斗 开始 只见这两位选手慢慢靠近 凝视着对方 仿佛惺惺惺相惜 突然年龄略小的三号东北虎 赶到不敌 直接落荒而逃 留下四号选手愣在当场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面对强大的对手 胆小的东北虎越来越慌 满场乱窜 领训养员都束手无策 结果可想而知 四号浑春闪电不战而胜 因为对手实力悬殊 前几轮比赛都很快就结束了 等到了下午的决赛 本以为很厉害的终结者和浑春闪电 却都未能进入决赛 所以这一轮比赛更是让大家期待 比赛选手究竟是何等厉害 淘汰了强势的终结者和浑春闪电呢 观看的人越聚越多 不出意外应该会有一场精彩决斗 决赛双方分别是九号浑春霸王 和十号浑春勇士 双方牛气冲天 势均力敌 决斗还没开始 双方就都开始拔体低口 显示出满满战意 果然 示威之后 九号浑春霸王主动出击 自信地向对手走去 这两位 今天会不会给我们带来一场激烈大战呢 对决了一刻钟 九号浑春霸王被顶得连连后退 所有人都以为九号将要输了比赛的时候 出乎意料的 他再次发力 一鼓作气反击十号浑春勇士 取得了比赛的最高分 输了的时候不服气 结果还是牛煮心汤 进入场地将两头牛分开 十号 十号 累得气喘吁吁 终于离场 最终冠军是九号浑春霸王 取得胜利 牛主王永波也特别高兴 为什么他的牛能得此殊荣呢 您平常就是怎么饲养它有什么好的办法 嗯 豆草 食料 苞米 苞米呀 豆瓣呀 胃呀 训练吗 干活 干活它锻炼锻炼锻炼 总锻炼它身体就好啊 我的这牛脖子好啊 脖子横啊 粗啊 特别它要是正在做蛋的时候 你看它那脖子就这儿得起来了 前面前面都这么起来了 前腿这个大呀 前扇高 看到吗 后面矮看到吗 这是咱们正宗的纯粒炎边黄牛啊 正宗的炎边黄牛不仅要伸长体壮 结构匀称 头部略大 而且它的脚也是斗牛比赛取胜的关键 因为脚是它这个 由来说一个战道的一个武器 像这样的龙门脚或者是往侧面 到八就行 也都可以的 这个龙门脚它是这么往前照着吗 嗯 要是不是龙门脚的 它就是刚才李老师说的 它就往下搭搭了 搭搭了就不行了 对 那就不行了 为了让炎边黄牛最优质的基因延续下去 斗牛赛意义重大 因为当地人保护了原始的炎边黄牛品种 如今整个炎边地区 纯种炎边黄牛 已繁衍到36万多头 吃山珍 住暖房 饮温水 加上适当的运动和比赛 炎边黄牛在浑春的生活 可谓丰富多彩 浑春人正是通过这些保护措施 寄托了对炎边黄牛的深深喜爱 也要不要打托了对炎边的 炎边黄牛又收集 炎边黄牛祇